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完全不领情 有可能啊 自力更生根本就是说 其实有什么军贴都应该是没华人的份了 所以他们也不会去想 其实很多其实不只是这一类型的转型 其实今天太多太多的这种军贴你可以去申请 不论你是华人还是什么种族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有带 就是说我们思维上要去改变一下 据我的了解就是我大概接触的一些 他们有些华人是觉得说已经做不下去了 因为很多华人开杂货店主要在城市 那城市就有Tesco Carrefour Giant 所以他们普遍上竞争上就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势 所以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再去申请贷款 他们的生意本来就不太好了 再申请贷款可能是更加糟糕 那而且我们杂货店通常卖的是人情味 我还蛮想念我小时候 我家附近有一个杂货店 他关了我很难过 因为你很接近 很方便 那还有一点的就是说 我发现了就是他的贷款可能来得太晚 因为华人通常他们的那个前瞻性很远 那像我家附近的 以前也有好几家杂货店 后来他们就完全转成mini market 就很快就转成mini market 自己先转了 对根本不用等政府辅助 所以对这些华人我会觉得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说 我碰到的他们要不然前瞻性很够 他们一早已经做了 你政府再来已经没有用了 另一种就是说 我已经做不下去了 然后我又没有人要继承 那我何必要再做这个东西 那国民美眼看的制作团队呢 就走访了一些传统的杂货店 听到老板说 其实他们有些是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但是不知道向谁申请 不知道向谁去讨就管 但我们来看一下专题报道 传统杂货店过去是大家的好邻居 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财密油盐 还是社区邻里的讯息集散地 但是随着城市生活的变迁 以及大级市场的有限 影响了传统杂货店的生存空间 传统杂货店仿佛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因此政府也顺应改变的潮流 顺势推出杂货店转型计划 协助业者跟上时代的步伐 所有参与的杂货店将获得大型理事业者 提供转型的宝费意见 目前已经有62家传统货店 因为他们是要那个破款 谢谢给他们的货货店 去来装修 来买货 是什么 这个肯定了 所以这全部是给银行来处理的 目前已经有62家传统杂货店 在霸体市场 及大马合作社委员会的协助下 成功转型 并增加了30%的销售量 参与转型计划 是传统杂货店继续生存的 其中一个办法 一些杂货商 却对这一项计划 拥有不一样的看法 大部分都不会 因为你要有一点很重大的资金 普通来讲还要找那个单位 普通年轻的可能是 也有这样的希望 因为我们这样年纪已经这样大了 要退休的人 就有这样计划要这样做 政府这些讲一套做一套的 这是讲的 你望政府什么真正 很难的 我们这些就 普遍了 走一套看一套 人老了 做不来 后一代又不要做了 他借钱给我们 包子卖 借钱 国款 国款不同 借钱要还 不还可以借 要还就不要借 传统杂货店在快速多变的时代下 挺健的被淘汰 踏上转型之路 看自无可避免 传统杂货商店里 飘逸着一股浓烈的古早味道 里面承载着的是我们上一代的集体困益 传统杂货店在转型之余 能够保留足有的传统与特色 这值得我们再三思考 真的看了这个传统杂货店的一些走访 一些报道之后呢 闻到了一些杂货店的味道 可是很遗憾的 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两全其美 就是转型之余保留一些古早味 或者是古早味保留下来再转型 好像很难做到是吧 是 如果比如说你看到那种玩蒜盘 那种鸡脏的方式也很好玩 刚才我才跟天美说 其实我最怀念的就是 它在有这种很那种传统食品 比如说那种饼干 那种花生的饼干 你可以一块一块去买 现在如果你去那种大的那种 包装好给你的 包装好了你也不能买一块 那你要买那个金色的 里面那个酸酸甜甜的那个东西 也是没有得一个个去买了 那以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你还可以说 可以试看这个 就可以少量的买 尽情地吃 这是你这样的吧 而且炸货店方便在于 就是说你不用去找 一走进去跟他说我要什么 他就直接给你 你省很多时间 那对于都市繁忙的人来说 有时候这个反而是好处 可是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 就是说都市繁忙的人 他们也需要家庭时间 所以去Tesco一起逛 一起买大家需要东西 这又增加了一种感 可是炸货店也是可以一起去逛 你一起推着那个车 一层一层地走 看小孩喜欢吃什么聊聊天 这样子 这是一个一家人的时间 可是你去炸货店就什么什么 然后小孩说我要买这个 不行这个不好什么 就因为那个空间也太小 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聊天 人家也把你赶走嘛 所以如果传统炸货店 真的要转型的话 是什么第一个条件 天美说的效果够大吗 空间还是需要 而且亮一点吧 因为如果你要给一家人去逛的话 你要有地方给人家逛 但是如果没有地方逛 或者暗暗的 然后走来走去会踢到东西 那这个不太理想吧 那个环境 我是觉得炸货店卖的还是方便 弊点所以要适中 这是很重要 那么反而是觉得说 那种大的那种超级市场 尤其我们现在面对 对那个家庭时间很重要 可是他也逼你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买多量的东西 就每次都等到过期了之后 就把它丢掉 对我就觉得这就是 为什么传统杂货店 还有次项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一个一个买 而且很方便 你去你要买就买 你要买 别个就不一样 那种多姿多彩的感觉还是有 而且刚刚提到一点 就是传统杂货店 是卖的是人情味 特别走进去看到很熟的老板 招待你或者是你找东西 很方便马上就看得到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说真的要 还可以记账 对对还可以记账 真的 这是现在在一间大的超级市场 就完全办不到的 如果现在政府支柱下来 看我们的华人没有受理的话 不是受理 是没有去申请 我们是不是好像少了一个机会去转型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像刚才的那个VT说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一些是要退休了 然后他们也觉得可能是赚不到钱 华人向来比较精打细算的 他算得到的东西 你肯定有的赚的他肯定不会跑 这是华人的天性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华人转货店 很多都是开在城市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转型 你还是比不过人家演Tesco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 你真的不看好天美 我反正另一个想法是说 与其转型 你看他保留 他好像UNESCO保留古迹这样来处理 我觉得这样是好 对那么就是说那种罐 一定是那种圆圆的罐 那个铁盖 那么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样反而会更加保留这个风味 我看后来是变成展览了吧 大家就去买票走进去看看 在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上 就一见不一了 看来传统杂货店走入历史 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那我最后呢 我们就带你透过镜头看一下 传统杂货店 小时候我们怀念的一些情怀 来怀念一下 那同时呢 你要告诉你 在交赖一带呢 特别是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呢 有一些地区会有大停电的 希望你可以通知你的左铃右铃 彼此做好准备 国民面看 感谢你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